当男女同修相处得很近,只能看,不能碰,眼睛看可以,绝对不能约出去,绝对不能讲任何不好的,看看没关系,看看把姻缘会看掉的。 因为上辈子这两个同修,他们比方说是夫妻或者是感情特别好的,没有成功,这辈子他们相遇了,他们同样是学佛学法了,他们只能眼睛看,看完看完,慢慢的把缘分看掉了,不能碰,不能接触,绝对不可以,否则的话一定出事,明白了吗? 对,比如说,比如说,好像妈妈看,就是师父太师的,妈妈看,孩子已经看完就心里,你说妈妈很多跟儿子就是夫妻上辈子的,妈妈怎么样,能跟儿子做什么事情啊,只能爱孩子,只能爱在心里,只能看,就是个坚持而已,天上真正的爱,他到了御界天的高层,他已经,不是,连男女之身都没有了, 然后在天上,他用不着,用不着做什么事情的,在天上,他眼睛看,他就是像人家的爱一样了,明白了吗? 对,明白,明白,明白,那么师父,如果他们这种,男女同学有相处在一起啊,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出出口业事或者是什么事情,这样他们算不算照业呢? 照业,照业,已经照业了,嗯,照业 只能说,唯一的就是说,能够喜欢,喜欢大家一起做功德,一起怎么样,只能这样,而且保持距离,弘法都要保持距离,你只要看见他就很开心不就好了吗? 一定要做什么,做个魂呐,却佛人,放弃 哦,ok,如果是说男女同事呢,不是同学,也是同学,也是同学 我把你拉死了,人家很多人还请,请那种,请那种,那个那种,那种,那种仙家不给你下杠头,你有好日子过啊? 对啊 好了,先生明白了吗?因为前世的恶元不能进世序的,恶元也好,情元也好,什么缘分也好,他前世的东西你尽量少序,因为序了之后就是顺着前世这种业障走了,听不懂啊? 嗯,那么叔叔就要通过新闻法宝来改变他,对啊,必须改变,必须改变,没有什么客气的 还要增加这些业障碍的心结是吗?对,那如果他,如果他一定不肯改变的话,就叫他到其他地方去,叫他不要来了 你两个要救一个,哪一个比较修得好的就留哪一个?修得不好叫他回去修? 听得懂吗? 那么师父,哦,听得懂,然后师父,成为我们,我们社会同学弟子们,应该如何,如理如法去劝告他们呢?从师父之外开始 如理如法劝告他们很简单,啊,就是找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去跟他讲,好啦,跟他讲,他听也好,就不听也好,不听的话,到时候就叫他走 好,因为这种风气,此风不可掌,明白了吗? 明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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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师父,如果,如果以上同学是同师的话,因为公司问题,女同学是存在男同学家里,共处于社会不会引起外人对他们有些看法? 肯定有看法,肯定有看法,因为这个男的结过婚了嘛,对不对啊?对 这个女的也结婚了嘛,好啦,要搞什么东西啊?不要搞,除非两个单身,可以,结过婚不要搞,不可以的,什么公司到家里去啊? 乱七八糟事情就这么来的啊?何况修心啊?不是一般同事啦?修心就是佛友啦?就是要制止这些事情发生啦? 勾携制止非常肮脏啊,像动物,行动物畜生事啊?不可以做啊?我们是学菩萨的人,怎么可以做这种烂事啊?你说恶心不恶心啊?最脏的地方你最喜欢啊? 听不懂啊?嗯,真的懂啊,师傅。师傅,我跟两位师兄都是师傅的弟子,身为师傅的弟子,是不是应该以身作者,舒舒克克的水平,请省自己不要见路或,和破坏同修自建的感情线,尤其是旧的家庭? 嗯,不可以的啊?嗯,嗯,嗯,好啊? 那么师傅,如果以上的这种症状,会不会破坏家庭,别人家庭的业障? 你说呢?我看你智商这么低啊,什么都不懂啊?这个也要问的啊? 嗯,嗯,OK,有什么果报呢? 什么果报?现实报? 现实报? 啊,到最后,到最后,弄得人家家破人亡,就这么简单。 啊!